本地學生研發能載人的無人駕駛飛機 無人機有望成為交通工具 歡迎收看科技1.0 無人駕駛飛機目前普遍用來航拍 視察工地等 今天我們就來探討無人機的其他用途 在美國 無人機還能用來完成新業 恩愛而桌的一群善心人士 就讓臨終老人透過無人機的鏡頭 俯瞰回不去的江源 幫助他們重溫滿載回憶的地方 盡量不留以汗 而新加坡也有個願景 交通部之前就表示 希望在2030年前利用無人機當交通工具 本地一群學生已經向目標邁進 研發了可載人的無人駕駛飛機 向上飛行 往前移動 這台大型無人機成功載這60公斤重的 然後一定會畢移飛行 我想要看到的其實就是 我們可以推廣它 讓它變得普及化 每個人家裡其實就說好像買摩托車一樣 我們可以買一個載人飛行器 即使以後人出門可能就是不是做的汽車 而是載人飛行器像步伐一樣 它手中的遙控器 操控的可能就是未來的交通工具 這支由12人組成的學生團隊 花了一年時間研發出這台載重無人機 除了電機 電池 螺旋槳和遙控器 飛行器的其他部件都是學生們 利用3D打印 激光 水壓切割等技術 設計並製作而成的 無人機仍處研發階段 這架無人機目前是不允許載人的 不過坐上去感覺還挺舒服的 而且加上了這個安全帶 整個感覺就更老虎了 目前無人機可承載的重量大概是65公斤 只要身高不超過1.9米 都可以長座 這架無人機在設計上的突破 是利用電池驅動 這和目前用電纜充電的 駕駛飛行器不同 載著人傲的無人機 現在只能飛行10分鐘 他們希望之後能採用 結合燃料和電池的混合動力系統 增加它的續航能力 讓飛行時間能延長到至少30分鐘 看準它的市場潛力 為學生們提供專業諮詢的企業 有意長期支持這項研究 葉子認為 目前最重無人機技術還未成熟 他們預計還需要至少5年的時間 才會看到它實際操作 健康 健康 1.5 1.1 1.1 1.2